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3月26号星期二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或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国内的科技公司 为什么最近纷纷开放了 百万字级别的长文本处理功能 过去一年里 AI行业创造了多少财富 耐克取代阿迪达斯 成为德国男族赞助商 这要花费他们多少钱 今天我们的早咖啡 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 最新鲜的商业科技动态 打开全新的一天 库克表示 Vision Pro年内会在中国上市 3月24号 苹果的CEO Tim Cook 在一场活动当中表示 苹果的Vision Pro 今年会在中国市场上市 同时苹果正在持续加大 在中国的研发投资 苹果的Vision Pro 是在去年6月对外发布 其售价大约是3500美元 今年2月份 在美国正式上市 目前为止 还没有推向其他的市场 另外彭博的报道显示 苹果下一代的手机操作系统 iOS 18 将对iPhone的主屏幕布局设计 进行更新 提高用户的自定义水平 与此同时 彭博的分析认为 当苹果在今年的开发者大会上 发布iOS 18的时候 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讨论他们对人工智能的看法 比如如何整合AI到手机上 以及为什么苹果使用AI的方式 和他们的竞争对手不同 苹果正在努力地解决 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隐私问题 这也是苹果比其他厂商 更加保守的原因之一 美团2023年扭亏为盈 3月22号 美团发布了 2023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财报 数据显示 美团2023年营收增速 和之前相比有所加快 全年的营收超过了2700亿元 同时实现了扭亏为盈 从财报上来看 为美团贡献营收最多的是配送业务 美团表示 外卖年度活跃商户数 再次创新高 同时 到店酒旅业务的节假日预定量 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全年的总交易额翻了一倍多 在新业务板块方面 美团投入了大量资源的美团优选 效率上有所改善 但是依然在亏损 财新的分析认为 美团有意聚焦主业 停止为优选业务烧钱 它具体的做法包括 提升商品加价率 降低补贴等等措施 面对抖音对美团的冲击 对此美团的首席财务官 在财报电话会上回应说 美团有信心 保持行业领导地位 为了应对抖音 美团过去一年加大了折扣力度 推出月度营销活动 并且上线了外卖直播 多家国内科技公司 开放大模型长文本处理功能 根据澎湃新闻3月23号的报道 上周国内的AI初创公司 月知暗面 开始内测 他们旗下产品200万字 长文本处理功能 随后 阿里 百度 360 等等多家公司都表示 将会开放大模型产品的 长文本功能 目前阿里通一千问的 长文本处理规模 达到了1000万字 百度文新一言 将会在下个月 开放200万到500万字的 长文本功能 和之前最高2.8万字相比 提高了上百倍 360正在内测 500万字长文本功能 澎湃新闻的分析认为 如何对超过百万字的文档 做有效的信息整理 是技术上的难点 长文本一直以来都是 大模型工具内卷的方向 但是长文本处理规模的升级 可能不会对消费者的实际体验 造成太多的变化 阿里 百度都选择 优先将长文本功能 免费开放给个人用户 也是为了借助用户 投位的数据 来加速他们 模型推理能力的进化 Stability AI首席执行官辞职 3月23号英国AI初创企业 Stability AI发布公告 宣布公司的CEO Emad Mostak 主动辞去的CEO 和在董事会的职务 Emad随即在X上表示 他在Stability AI 虽然拥有多数投票权 但没有对董事会的控制权 自己离职之后 将会致力于发展 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 Stability AI是文字生成图片 开源模型Stable Diffusion背后的公司 凭借着Stable Diffusion Stability AI在2022年 就已经成为的估值 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 Stable Diffusion最开始 是一个学术研究项目 在Emad向研究团队 提供了算力支持之后 才逐渐成为了Stability AI的产品 但是自去年以来 Stability AI的人事动荡不断 根据福布斯的报道 在CEO辞职的两天前 Stable Diffusion早期的 三名论文作者 也是Stability AI的核心研发人员 集体辞职 但在这之前 这家公司的研究主管 法律顾问等等多位高管 也都离开了Stability AI Emad在Stability AI任职期间 也曾经因为挪用资金 骗取股权和夸大 对Stable Diffusion的贡献等等问题 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财富杂志去年年底的报道显示 Stability AI正在面临着 现金流的压力 他们每个月的成本 至少要800万美元 但是他们的月收入只有120万美元 农夫山泉创始人 钟闪闪 连续四年登顶中国首富 3月25号 胡润研究院发布了去年的 全球富豪榜 在中国 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 虽然财富缩水了9% 但仍然以4500亿元的身家 位列中国首富 全球排名第21位 这也是他连续第4年 成为中国首富 拼多多创始人黄征 则是去年中国财富增长最多的企业家 排到了第二名 而四年前 还是中国首富的马云家族 这次却没有能够进入前十 排名第11位 在全球范围内 马斯克以1.67万亿人民币的财富 重回世界首富 这也是他四年来 第三次成为世界首富 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 和LVMH集团的董事长 伯纳德·阿诺特 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位 澎湃新闻的分析指出 随着AI行业的大爆发 去年全球一半以上的新增财富 都来自于人工智能 那相比之下 中国的新能源和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家 财富在过去一年里大幅缩水 集图速递中国市场毛利首次转正 3月22号 集图速递发布了 他们上市之后的第一份年度财务报告 数据显示 集图去年的总收入是88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2% 虽然低于去年50%的增长速度 但是集图速递在收入增速放缓的同时 盈利能力有所改善 集图速递最初是在东南亚提供物流服务的 2020年以后才进入中国市场 集图速递的财报显示 东南亚市场为集图贡献了绝大部分的利润 他们在东南亚的市占率 也已经连续四年排名第一 而中国市场已经占到了集图速递总收入的六成 毛利首次转正 接近6000万美元 不过集图目前在沙特阿联酋等等新兴市场的快递业务 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集图的副总裁也表示 快递行业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还需要时间进行物流建设 进入新市场的前两年 亏损是正常的 他们希望今年新市场能够实现盈利平衡 特斯拉削减中国的汽车产量 Model Y下个月开始涨价 根据彭博3月22号的报道 特斯拉从3月开始 减少了他们在中国工厂的产量 原因是新能源汽车销售增长放缓 而中国的汽车市场竞争激烈 数据显示 虽然今年前两个月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增长了接近四成 同时特斯拉也三次下调了售价 但是他们的交付量和去年同期相比 却有所减少 在3月20号 特斯拉还宣布Model Y 在中国的售价将从4月起上调5000元 价格补贴政策也将会取消 此前特斯拉也宣布 将提高Model Y在美国和欧洲的售价 彭博的分析认为 特斯拉提前宣布涨价 是为了在第一季度结束之前 刺激销量 X平台用户数量下降 内容创作者对平台广告收入感到担忧 根据NBC3月22号的报道 使用社交媒体X的人数正在下降 Sensitower的数据显示 从2022年马斯克收购X的前身 Twitter到现在 使用X的美国用户数和全球用户数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而同一时期内 其他社交媒体 比如Instagram和Facebook的用户数量 却都在增长 Sensitower的分析师认为 X用户数量的下降 可能是受到了技术问题和短视频平台发展的影响 另外 由于X放松了内容审核规则 平台上有关于仇恨内容的帖子 也引发了用户和广告商们的不满 再加上马斯克此前的言论 许多大型广告商已经停止了在X投放广告 广告分析公司Guideline的数据显示 去年前十个月 美国客户在X平台上的广告支出 同比减少了64% 广告减少对X上的内容创作者也产生了影响 去年X推出了广告收入共享计划 但是有分析师指出 考虑到X广告业务的现状 大多数创作者可能并不会把X 视作是一个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 X广告业务的现状和资金发放都并不稳定 这也使得内容创作者仍然更加愿意选择 YouTube和TikTok 耐克取代阿迪达斯 成为德国男族赞助商 3月21号 德国男族宣布 耐克将从2027年开始 成为他们独家的装备赞助商 德国男族也将就此结束了 与本国品牌阿迪达斯 长达77年的合作 德国足协表示 耐克提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报价 而根据德国商报的报道 耐克每年将支付1亿欧元 约合1.08亿美元给德国男族 比法国和英格兰的赞助金额更高 界面的分析认为 阿迪达斯近些年来表现欠佳的财务状况 可能是他们丢掉赞助权的原因 去年阿迪达斯遇到了近30年来的首次亏损 不过从阿迪手中抢来德国球队的耐克 可能会失去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 根据两周前纽约时报旗下的体育媒体 The Athletic报道 双方的球衣赞助合同 还有4年才到期 但是巴塞罗那想要提前解除和耐克的合同 自己来制作销售球衣 这样所有的收入都可以归俱乐部所有 那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 你会购买自己支持队伍的服装吗 你的日常穿搭中会不会出现球衣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 娜娜 声音设计Jack 实习生高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